记者王兴瑜台北报道,周星哲今日出席新专辑《如果雨之后记者会》,但新作品风波不断,先是被老师鼓持在脸书喊话,当一个歌手需要一直进步的布置音乐造诣,还有做人处事的方式,对于对方表示脸书遭封锁,周星哲则回应,经纪公司那边就是说,不要再跟老师。 虽没直接说出口,还是暗示跟对方已经没再联络,周星哲宇代保留的说,其实原本的沟通是要付钱给他,因为钱的事情都是交给经纪公司处理,但透露经纪公司希望自己不要再跟对方有联络,因为我认为一个老师会写信伤害自己的学生,我觉得不是一个老师该有的榜样。 周星哲发片记者会,徐伟宁当嘉宾站台,记者诚意全社,周星哲发片记者会,徐伟宁当嘉宾站台,记者诚意全社。